这个手持虎头战金枪的男人 便是大唐开国元勋 秦叔宝的父亲秦怡 此人擅使一对金简 武功不凡 他尽满孤身一人 等待着敌军的前来 公元577年 周五帝大举伐齐 大元帅杨林 率领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城拔寨 大败齐军 攻陷晋阳 守将秦旭战死 随后齐主弃城逃亡 周五帝一统江山只差一步 齐国就只剩下冀州一城苦苦支撑 守城将领 正是秦叔宝的父亲秦怡 面对杨林的大军 守将秦怡将令箭交给高阿谷 命他出城 寻找齐国君主的踪迹 怎料高阿谷转身投靠了杨林 带着周兵杀进了冀州 秦怡见大势已去 只好让秦安护送弃而离开 自己则孤身一人 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狗贼魏文通 秦怡你受死吧 魏文通此人口气倒不小 但似乎武力直却有点拉垮 只一个回合 秦怡便以虎头战金枪 把高高跃起的魏文通挑落在地 此时门外有马蹄声传来 来将不是别人 正是隋唐好汉 排名第八的 囚龙无悔杨林 囚龙无悔 杨林 正是 秦怡秦将军 果然是身手不凡 金剑尚未出手 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 佩服 佩服 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 而且被其王国已成定局 秦将军 你何不归顺我大舟呢 秦怡 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 你做梦吧 杨林见秦怡 乃是将帅之才 且武功不凡 想要劝降于他 而秦怡面对杨林的劝降 很是不屑 本就决定今晚以身殉国 又岂会听得杨林的策反之言 悲剧后的杨林恼羞成怒 当即便飞身与秦怡对峙起来 各自手持武器交起手来 囚龙无悔杨林 武力之绝不弱于秦怡 况且秦怡的金剑并不在身 想要以虎头战金枪 击败杨林的囚龙棒 实在是无能为力 于是秦怡断枪当剑 与杨林打斗了起来 最终无金剑在手的秦怡败下阵来 就在杨林要斩杀秦怡之时 叛徒高阿谷却出手拦架 并且提议将秦怡当众处决 以此来震慑住冀州的百姓 到时冀州百姓便再也不敢反抗 此日秦怡即将被处斩 冀州百姓心中悲痛 而这位叛徒高阿谷却对秦怡极尽羞辱 当着众百姓的面用军鞭抽打 此时的杨林都看不下去了 抬手叫停 便再起劝祥之心 而秦怡却当众答应 这下杨林有点为难了 历来两军交战不杀祥将 而高阿谷见秦怡如此说 便起了杀心 男人拿着手中长鞭 锁住秦怡的脖子 想要将他活活给勒死 怎料这一幕被台下的秦书宝看见 刑场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眼看秦书宝陷入危险之境 舊子心切的秦怡瞬间爆发 双脚用力阵地 一个纵身跃起 竟把身后的木柱也一同带起 看呆了在场的众人 煮熟的鸭子岂能飞走 杨林坐不住了 抄起大棒杀奔而去 秦怡被杨林一棒毙命 年幼的秦书宝看着父亲惨死的模样 心中暗暗发誓要杀死杨林 替自己的父亲报仇 秦安则带着秦书宝母子 奋力地杀出了重围 三人逃之历程 已是再无力气 此时只见屋门打开 里面走出一对母子 而这个胖胖的小孩便是程咬金 眼见周冰追来 程母连忙将众人带进了屋子 可刚一进屋 周冰也就追了上来 程母为了帮秦安三人 争取躲藏的时间 便不断地干扰着周冰的视线 而此时秦安三人躲在房上 这才躲过周冰的追上 躲过一劫的秦母三人 本打算辞别 程母却认出了他 我认识你 你是秦 见程母即将认出自己 秦母连忙否认 起身就要离开 可程母断定 眼前之人就是秦夫人 求你帮我们一条生路吧 他人一定报恩 报恩 报什么恩呢 平日里 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 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 哎呀 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 把你弄到我们家来了 快歇着吧 我做饭去 走孩子 给叔叔拿药去 就这样 秦书宝三人便留在了程母家中 而另一边 秦宜派出的求援信 在数天之后 才送达到罗毅的手中 听闻冀州城有难 罗毅当即决定立即发兵 可刚准备提枪出征 便传来冀州城破 秦宜战死的消息 秦宜的妹妹听闻后 顿时气不成声 希望自己的夫君 可以为秦宜报仇血恨 但此时的罗毅心中 仍然有顾虑 而罗夫人以为夫君贪生怕死 不敢出兵 便出口大骂 但罗毅道出了其中厉害 为其解释着 罗毅很清楚 此时发兵为时已晚 只好向夫人承诺 这位将军真厉害 此人正是威名远镇的 大漠银枪罗毅 此时他正挥起自己的 大漠银枪 以一敌二 并且丝毫不落下风 一杆银枪左右舞动 打得两名敌将 丝毫不能进其身 看着行云流水的罗家枪法 上午成狂的靠山王杨林 也有点不甘寂寞 手中的囚龙棒更是蠢蠢欲动 于是持棒上前 将阵中几人分开 囚龙棒主 不敢当啊 真是三生有幸啊 今日见得大漠银枪 罗将军的罗家枪法 真是不枉此身 两人都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好汉 正所谓英雄西英雄 一个是翻天覆海 震天囚龙 一个是大漠银枪 震边燕王 两人决定不以戎马论高低 只按江湖规矩 单打独斗分胜负 随即二人互相奔向对方 杨林手持囚龙棒 率先发难 罗毅则手持银枪 对攻迎上 两件爵士兵起交锋之下 一时间竟打得难分难解 两人精彩的打斗 引得厂商士兵一阵惊呼 几百个回合下来 罗毅渐渐落了下风 紧接着杨林抓住机会 纵身一跃 以球龙棒刺向罗毅 随后手中球龙棒一转 竟把大漠银枪挑飞了出去 罗毅顿时一惊 彻步后退 随手接过飞出的银枪 罗毅心知 这是杨林的场面话 自己的确既不如人 稍训一筹 当即也不耍赖 直言说自己输给杨林一条命 但杨林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于是劝说罗毅归顺大随 虽然罗毅并不想投降 但又不想百姓遭受战火之苦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愿意归顺大随 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杨林爽快地答应了罗毅的请求 与此同时 少年秦书宝与程耀金 一起学习一起习武 整日形影不离 这天二人放学之后 遇上了一群吃霸王餐的官兵 这群官兵不仅对百姓极尽欺辱 还对沿街民女动手动脚 想占为己有 这时秦书宝立即上前阻止 官兵回头一看 来人竟然是个矛头小子 很是不屑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几人被秦书宝三拳两脚就干翻在地 官兵这一下面子上挂不住了 连个小孩都干不过 军头当即便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矛头小子 小家伙 揉我两下 你给我磕三个小头 我就饶你不死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小头 我就饶你一命 小家伙你招吃 说吧 当即就向秦书宝打过去 却被书宝一脚踢翻在地 可时间一久 书宝便因为力气不足 被军头一手举起 要将他活活掐死 就在此时 程咬金及时赶到 只见他纵身一跃 从后面抱住了军官的脖子 书宝才得以脱身 可程咬金天生神力 军头眼见干不过程咬金 便急忙喊人上前帮忙 随后几人把程咬金拉开 而军头则手持大刀 朝着书宝砍去 眼看书宝就要命丧大刀之下 程咬金挣脱束缚 手持斧头将军头一斧子砍死 围观者见状四散而逃 见自己杀了人 男孩瞬间就呆住了 反应过来的书宝 赶紧带着程咬金就往家里跑 一回到家里 一旁的书宝将此事的经过告诉众人 程母在得知后惊慌不已 秦安则是告诉众人 杀军头可是死罪 可不承想小小的程咬金 却丝毫不畏惧 人是我杀的 不关书宝的事 一人做事一人大 大不了 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 你以为你能脑子挂值钱啊 小小年纪的他就如此仗义 但是程母却慌得不行 程咬金是程家九代单传 程母绝不允许程家香火 断在他的手里 此时秦母临危不乱 当即就让程母带着咬金离开历城 暂避风头 往后再做打算 话音刚落 官府的人就追了过来 为了保住程家母子性命 程母也顾不了许多 秦母也将身上的银子 全部拿给了他 就这样 咬金因错杀军官与书宝分开 这一分开就是十年有余 咬金离开之后 秦书宝一个人躺在院子里 他对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 产生了怀疑 假如不是我出头 咬金就不会杀那个兵头 那他就不用逃亡 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 虽然那个兵头做的不对 但是也对不至死 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秦安听后开导书宝 说行侠仗义并没有错 但是必须得名正言顺 在秦安的教导之下 书宝就此下定了决心 怀揣着这个念头 他开始奋发图强 刻苦练功 转眼之间十几年过去 书宝也逐渐长大成人 一手秦家剪法 使得是炉火纯青 长大后的书宝身长八尺 可以说是龙张凤姿 更是享有山东小孟长之名 这天夜里 书宝从睡梦中惊醒 杀杨林 现在是他唯一的目的 书宝本想打些水 让自己清醒清醒 却突然听见屋外有响声传来 他赶忙开门 想要查看情况 只见一个神秘人 正在大街上奔跑 书宝急忙追了上去 此人轻功十分了得 飞檐走壁 直到翻过墙外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得已的书宝 这才放弃追逐 此日 县令急忙叫来书宝等人 告诉他们昨天夜里 他的府上遭贼 损失了大量钱财 就连自己的妾室 也惨遭匪徒糟蹈 秦书宝想起 昨晚那道神秘身影 当下断定 这是江湖上有名的 彩花大盗 粉面狐狸所为 当天夜里 书宝和樊虎 布下天罗地网 等待粉面狐狸上钩 这粉面狐狸果然中计 众人纷纷上去 想要将其捉拿归案 不成想 此人武功高强 被他给突围出去 书宝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这一追逐 竟然就追了一夜 当陶智一处密临的时候 粉面狐狸的腿被陷阱夹住 落入死亡陷阱 千军一发之际 书宝及时将陷阱打开 这才将其救了下来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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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死那么快的 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受伤的粉面狐狸 无奈只能束手就擒 被书宝推着回去复命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 但我并没有权利 去定你的生死 好 我闪窗从不服人 连我爹我也佩服 你是第一个 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 貌似相救 公私分明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回到衙门的书宝 还为他求情 能不能把他给治好之后 再关入监狱 而此时的书宝身负重伤 再也支撑不住 当场就晕倒过去 但书宝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亲手抓的采花贼 却在压谢的途中 被人截获 这个帅气逼人的长发男子 就是传说中的白衣神剑 王伯当 此时的他 正带领着大队人马 准备截人 因为他们得知 擅冲即将被处决 众人立即来拦截 只见单雄信 他手持长枪 威风凛凛 王伯当背负巨公 杀气凛然 官兵们见状如临大敌 纷纷列阵与敌方对峙起来 只见王伯当飞身上前 紧接着左手拿弓 右手拿剑 双剑齐发 直接射在了球车之上 身后的众人系着绳子 将球车给拉走 官兵还想上前阻拦 可都被马车撞到了一旁 眼见敌人穷追不舍 王伯当飞身一跃 来到了球车上 随后凌空弯弓搭剑 百米开外三剑齐发 紧追的官兵 纷纷命丧当场 真不愧是白衣神剑王伯当 就这样 秦书宝拼命救下的汉匪单冲 被一群人给救走了 回到二贤庄后 单道看着儿子就气不大一处来 当即就想上前揍他一顿 被王伯当给拦了下来 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 就喜欢台港 冲儿 用秦宫能追得上你的 在山东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汕冲被秦书宝的魅力所折服 一听到汕冲 说到秦书宝的名字 汕雄信一听当即来了兴趣 秦书宝 不就是江湖上人称 小梦长的那个山东古头 说起秦书宝 就连汕雄信也对他赞叹不已 还想通过此事 想要与他结实一番 一旁的山道见状 赶紧出言阻止 直言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此时正当河南闹饥荒 宇文化级 趁机将赈灾的粮价提高 赚取大量的不义之财 而他们要做的 便是劫走押运途中的金银 众人提前做好埋伏 等押运马车一到 他立刻弯弓搭建 瞄准护卫三箭齐发 转瞬间 敌方人数就所剩无几 紧接着又一个凌空飞射 逃跑之人立马落马身亡 见押运人员都已丧命 单雄信等人才慢慢出来 仅剩之人一看这架势 连忙下跪求饶 当得知对方是二贤庄的人 更是吓得语无伦次 众人见他如此拾去 就将他当场释放 并让他回去告诉宇文化级 此事是二贤庄所为 宇文化级在得知自家的买卖 被劫匪劫走之后 非常震怒 正当他想着应对之策时 突然收到杨广召见 原来杨广一直心怀不满 自己的太子之位 被那个草帽杨勇给抢走 论志谋论武功 杨广召都不及自己 杨广越听越气 肚子里面郁闷的他 便来到御花园闲逛 恰巧看到妹妹穷花 也在此处乘凉 看着听听玉丽的穷花公主 杨广顿生歹心 这个男人真是丧心病狂 居然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放过 直接拉着穷花 将她摁到了墙上 用力撕扯了她的衣服 全然不顾伦理道德的束缚 穷花公主拼命反抗 并且一直大声呼救 眼见穷花公主大声呼救 生怕被人发现 杨广当即用手捂住穷花的嘴 可不料用力过多 竟把穷花公主给捂断气了 穷花挣扎了一会儿 便没了动静 紧握的双手也缓缓放下 杨广一脸惊恐地 看着眼前的妹妹 内心惶恐不安 穷花公主可是隋文帝 最疼爱的女儿 自己竟然把黄妹给杀了 但这杨广的心理素质也是强 等冷静下来之后 便开始处理现场 趁着私下无人 竟然把穷花公主的尸体 给丢进了荷花池 回到王府 他将此事告知宇文化级二人 宇文化级可没有杨广的心理素质 当即就被吓得不行 就在这时 鸡尾求见 而这个鸡尾是太子手下最喜欢的宠臣 鸡尾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太子杨勇最近正痴迷补挂 一旁的宇文化级立马记上心头 欲将此事栽赃给太子杨勇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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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殿下 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 现在鸡大人配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计划已定 杨广来到荷花池旁 假装发现公主溺水 不久之后 太监赶紧将此事 禀报给隋文帝 隋文帝得知 穷花一死 悲痛欲绝 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商议 并且要寻来太子前来议事 前去太子宣召的人 都被门口的鸡尾给拦了下来 结果众人都到齐了 可偏偏太子吃吃味道 文帝顿时怒不可遏 对太子杨勇失望至极 这时被买通的太医禀报 说穷花公主确实是被水给淹死的 文帝一听气坏了 堂堂公主竟然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 当即下令 将公主身边的侍卫 统统拖出去斩首 一个不留 这时李渊出言阻止 陛下 臣刚刚去过御花园 若是淹死 时中的荷花必会折断 但是赫花并没有折断 这里面答应文章了 李渊表示 穷花公主的死有蹊跷 有可能是被人谋害儿子 并且建议文帝亲自验尸 杨广听闻赶紧阻止隋文帝 我妹刚刚过世 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 况且她还未出嫁 怎么可以让李渊 领乎她的身体 谁知杨广一拱手 竟被李渊注意到她手上的伤 李渊心里瞬间有了些许答案 但是没有证据 她也不敢声张 验尸一事也就此作罢 次日早朝之时 隋文帝怒斥杨勇 而太子则表示 对昨晚宣赵之事一无所知 隋文帝当即让人 将太子求的卦签拿了过来 当隋文帝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之后 顿时大怒 看到卦上的文字 隋文帝非常气愤 又问太子的宠臣 这卦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鸡威早已经成了阳广的人 对着隋文帝就是一顿忽悠 之后更是直接成上了 早就做好的小牧人 隋文帝看着眼前的墨偶 深信不疑 这一下太子就是有十张嘴 也说不清了 就这样杨广顺利上位 成为了太子 计划进行得非常成功 隋文帝又叫杨广 去陈国公礼魂家里 拜礼魂为老师 杨广来到礼魂家里 礼魂却装病不出来 杨广一怒直闯后堂 看着礼魂的府邸颇有些寒酸 就在此时 杨广突然被一段琴声所吸引 于是顺着声音 缓缓向后院走去 只见一座小亭 被沙障围绕 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 正在亭中弹琴 杨广不由地看呆了双眼 忍不住上前拨开了青纱 李家小女带此归忠 此人正是礼魂之女李荣荣 你是谁 居然私闯那堂 大胆 当今太子殿下驾到 你们还不下跪 荣荣听后连忙起身行李 但杨广的眼睛 始终没有离开荣荣的身上 荣荣见杨广私闯民宅 想要带着丫鬟离开 却不料被杨广拦下 扯着人家衣服不让走 幸好李魂即时赶来 荣荣才得以脱身成功 李魂对杨广这个太子没有好脸色 当即就下了逐客令 杨广回去之后 始终忘不掉荣荣的爵士容颜 不免哀声叹气 一旁的语文化吉 便为他出谋划策 让杨广把李荣荣 明媒正娶成为太子妃 如此一来 就能将李魂拉到自己船上 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 又拉拢李魂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杨广听后大喜 第二天就带着聘礼 跑到李魂家提亲 但却被李魂言辞拒绝 我李魂就是再厚颜无耻 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 送到虎口中 杨广的笑容逐渐消失 但李魂的嘴 丝毫没有饶过他的意思 直接把杨广这些年干的坏事 全部都数落了一遍 杨广脸色瞬间就没了笑容 顿时起了杀心 立即起身打算离开 当即撂下狠话 你会后悔的 果然 办完李魂就后悔了 当时只觉得骂人挺爽 完全没有考虑后果 如果杨广以皇命下旨 到那时候自己也无济于事 当即决定 让荣荣去投靠自己的亲戚避难 而自己准备过几日 再向皇上辞职 到时再与荣荣会合 但没成想 杨广也没闲着 立即商量如何除掉对方 为了除掉李魂和李渊 他听从语文化级的建议 在民间广三谣言 很快 这首童谣便传得沸沸扬扬 随文帝得之后 勃然大怒 杨广趁机拱火 将这一切的矛头 直指李渊和李魂 虽是童谣一手 但黄金之乱 亦是由童谣而起 就在这个时候 李魂的辞职信被呈了上来 信上大骂随文帝昏庸无道 表示对文帝已经心灰意冷 决定辞官回乡 还为自己的儿子李弘 求得一官万职 文帝看完信后哭笑不得 但一听李弘这个名字 他好像又想到了什么 随文帝当即下令 将李魂满门抄斩 任凭大臣如何劝说也没有用 就这样 李魂一家人就被绑至刑场 准备出斩 全家老小除了李融融之外 无一幸免 李魂全家被斩之后 李渊也整日如履薄冰 也趁机辞官返乡 才得以幸免于难 杨广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打算带人在半路上截杀李渊 但李渊一家等人足足二十多人 杨广手底下又没有高手 到底派谁去截杀呢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 我很好奇 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 赏你黄金白两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 别太狂妄了 他们在我眼里 弄刀都不准 说完一众侍卫便提刀冲向宇文成都 只见宇文成都一动不动 待侍卫上前后 便一拳把侍卫给击退数米远 这个伸手倒是让杨广眼前一亮 也看出自己带来的大内高手打不过他 原来李渊离职回到老家去 杨广打算亲自带人前去截杀 宇文化吉 借机将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都推荐给他 只见宇文成都武力超凡 三两下就将杨广带来的侍卫打倒在地 杨广见宇文成都如此凶猛 于是开口问道 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陈听闻太子殿下身边 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 暗中保护殿下 陈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杨广一听心中不免嘲笑 要知道这风雨雷电四大高手 可是杨广花了大价钱请来的保镖 比武较量 本来就是生死相搏 难免会有死伤 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 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杨广对他的狂妄非常满意 当即四大高手便飞升而来 人还没到 飞升先到 这不是高手 是狗 臭小子 口致那么大 你是不是谁啊 我师父 你早就被我杀了 话音刚落 风雨雷电便朝宇文成都发起了攻击 宇文成都身手敏捷 轻松躲过一拳 击向对手腹部 随后便大展身手 凭借自己精湛的武艺 打得风雨雷电四人毫无招架之力 所谓的四大高手也只是空有其名 宇文成都力大无穷 而且武功也不容小觑 一拳一脚均有千军之力 仅仅一个回合便让四大高手当场丧命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见宇文成都如此凶猛 当即就将他封为自己的贴身侍卫 还承诺未来将他封为护国大将军 宇文成都当即跪下谢恩 现在有了宇文成都这名猛将 杨广便打算亲自出手 解决李渊这个心头之患 与此同时 秦书宝接到任务 压卸两批犯人 分别被押往陆州和浑州 此日一早 书宝和樊虎便压着犯人上路 一行人走到岔路口 樊虎吩咐停下歇脚 书宝就去附近的山寺吊咽一番 不料途中被一位相师叫住 壮士请留步 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书宝笑了笑 身为牙役中人 又怎么会有牢狱之灾 但还是谢过对方 随后便转身离去 书宝与樊虎分别之后 正好与李渊一行人相遇 双方打了个照面相对离去 就在李渊一家刑制途中 忽然密林中又有案件飞来 家丁顿时死伤大半 随后密林中出现大量的黑衣人 朝着李渊全家杀来 李渊奋力抵抗 带着一家人边打边逃 李渊能否逃离这次追杀呢 原来恰好书宝从此经过 救下了袁霸 这是李渊霸与秦书宝的第一次相见 虽然此时他满脸是血 但没有丝毫畏惧 而书宝的容颜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见有人阻拦 贼人哪管这些直接冲了上去 杨广见状有机会想要上前偷袭 怎料秦书宝反应迅速 手中筋简直刺了过去 竟把杨广的面筋给挑开了 杨广急忙遮住自己的面容 以免被李渊发现 随后招呼其他人扔出长刀 击退书宝匆匆撤离 宇文成都不服想要上前偷袭 却被秦书宝一简给打退了回去 怎么样 孩子没事吧 没事 就是皮板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渊巴 渊巴的坚强让书宝惊讶不已 一旁的李渊连忙向书宝败谢 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二十多口人早已保释山头 来 快快拜过恩公 李渊感激万分 又拉着全家跪拜 随后便问恩公性命 秦书宝得知 自己救下的是当朝唐国公李渊 那今天追杀的仇人也一定非同寻常 当即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便谎报了一个假名 在下请我 请恩公 如果有时间 等我李渊背着后礼 我去拜见恩公 接着书宝借有任务在身 当即向李渊告别匆匆离去 二人就此别过 李渊安葬好了为自己而死的家仆 就在李渊祭祀完死去的家仆后 树林中传来一阵马蹄声 李渊以为是黑衣杀手又追了过来 赶忙护送家人离开 正准备上马之时 只听马蹄声越来越近 李渊随即拿起弓箭 一个漂亮的转身 弯弓搭箭 怎料这一箭却射中了 二贤庄庄主善道 他缓缓摸着箭上雕刻的名字 李渊二字映入眼帘 回去告诉二贤庄主 必要想到李渊 讨回一个公道 既有报仇 单雄信得知自己大哥的死讯 当即发誓一定要为哥哥讨回公道 李渊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射杀我大哥 请进 二贤庄主 立刻发七省陆林令箭 要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前把他截住 从此 单雄信便跟李渊结下了世仇 此时的李渊 刚好来到了冀州边境 就在此时 林中窜出树人 直接朝李渊袭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一名白袍小将 飞身将其拦了下来 然后一击横扫击推树人 此人正是罗裔之子罗成 这里是冀州 我的地盘 而单雄信在得知 是一名使用罗家枪的人 救下李渊 当即就断定 此人定是罗家之人 而书宝与樊虎分别 押往犯人离去 樊虎 完事以后 我们在陆州会合 在哪会合 陆州 好 听你的 陆口会合 这位施主 何否让平道亦相恋相 如若不准 分文不举 走走走 你不要阻碍大家 在这里听音乐 光头王老板见客人 被这位江湖术士打扰 便要把此人给轰出去 秦书宝 见此人话语句句玄机 对此人也是另眼相看 便相邀一起饮酒 徐茂公见书宝盛情相待 于是与书宝相对而坐 而此人便是料事如神 能掐会算 人称赛诸葛的徐茂公 两人像是遇见了知己一样 相谈甚欢 徐茂公为表达书宝 帮他解为之情 便要为书宝赠言 可书宝却一口谢绝 且说自己不信鬼神之说 可不曾想着徐茂公一开口 便把秦书宝的身世来历 说得一清二重 更加知晓书宝心中背负仇恨 书宝一听着实很是惊讶 看来眼前这位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 在两人商谈一番后 书宝再次说起徐茂公进门之时 引出的那首诗 要知道那诗可是反诗啊 便问出心中疑惑 这下书宝更不解了 道长既已顿入空门 为何还关心朝中之事 一说到宇文至极 韩秦的李荣荣顿时心中悲愤 油然而生 其手中秦升便更加的愤懑忧怨 徐茂公告诉书宝 昨日夜观天降 发现地星一味 福星陨落 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 可书宝却不信 说此时天下太平 哪会有什么天下大乱 非太子立晋王 应验地星无畏 李成功全家备斩 应验辅星陨落 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人说成功 一向忠心不二 感言不恶 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 谋反的罪名 含恨就成 李成功全家备斩 既因太子之事 遭人所害 一代忠臣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身后融融的秦升便更加悲凉 这忧怨的秦升 也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想不到这位姑娘 也和秦兄一样 心中背负深仇大恨 她的心中若无尽怨恨 又怎能将平生之力 住于美贤之上 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 此时的荣融也因心中悲伤 秦贤也瞬间断裂 而荣融也因秦贤断开 起身离去 徐茂公也要起身败别 但是临走之前警告书宝 书宝听后不由惊讶 这可是第二个 说自己有牢狱之灾的 离别时还道出了一句谚语 说吧 徐茂公便转身离去 留书宝一人在原地暗自思索 还没等书宝想明白 旁边就有几个人 对李荣融动手动脚的 秦书宝见状飞身一个侧踢 直接将其中一人踹到在地 紧接着又是两拳 剩下两人也被打飞顺鸟 经过这次英雄救美 李荣融彻底对书宝倾心 由于店内空间太小 店面遭到严重破坏 那些被打之人又跑了 无人赔偿 王老板损失惨重 便将怒气撒在了荣融身上 秦书宝见状急忙拦下 拦下所有责任 但他身上的盘颤也已用尽 便听从了老板的建议 书宝听后觉得也是可行之计 怎料当天晚上天气突变 下起了暴雨 而书宝住的柴房又多出漏水 导致他不仅一夜没睡 还因为吹了凉风感染风寒 虽然现在头疼脑热 但未解当下困境 他还是决定上街卖艺 于是顶着高烧 沿街表演 各位陆舟的父老乡亲 各位陆舟的父老乡亲们 在下因盘缠用尽 无法回乡 在下不踩 你至少学得的一套家传简法 用尽跑筹钱上路 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 献丑了 说完 就当即挥舞起了家传的简法 也许是身体太过于虚弱 这马步突然不稳 险些栽倒在地 此时 一名黄衣女子走来 疯狂地嘲笑书宝 还说书宝连马步都扎不稳 还出来卖艺 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书宝听闻当时就很生气 于是两人当即约定 比试一番 说完就要伸手去抢 秦书宝一个闪身轻松躲过 女子健壮 连忙加快速度 施展生平所学 想要将桃子躲过来 书宝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单手握桃 在圆圈内与他不停地周旋 第十八招了 女子眼看就要输了 突然一个扫堂腿 差点将书宝逼到圈外 女子趁机伸手来抓 而书宝顺势用肩膀一推 女子瞬间摔到在地 姑娘 第二十八招了 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 记不如人 赶紧扣扮 书宝的这番话激怒了女子 直接起身向书宝手中抓去 怎料用力过猛 被书宝身退一半瞬间就飞了出去 见到自己被书宝如此羞辱 当即就耍起了无赖 书宝听闻 指责其不讲信用 谁知女子却振振有词 书宝便转身离去 原本打算卖一赚些银两的他 被这个刁蛮的女子一搅和 也是空手而归 无奈之下 只能打算将祖传的金简给荡掉 可是没想到 当铺老板拒绝收兵器 说这兵器就是凶器 要是被别人给知道 那自己还怎么做生意 书宝听后急忙求老板 让他帮帮忙 自己确实是着急等着钱用 过不了几天就会将他给赎回去 可不管书宝怎么说 老板就是不肯收下这对金简 既然书宝如此执着 也是有难处 当即就向书宝推荐了一个地方 书宝也听说过此人 于是打算去二贤庄碰碰运气 而二贤庄内被他戏耍的黄衣女子 正与善雄信撒娇 此人正是善雄信的妹妹 善冰冰冰冰冰把今天的遭遇 添油加醋的向他哥哥诉苦 想要让他为自己去报仇 善雄信在听过自家妹子的事情后 结果不仅没有同情他 还狠狠地调侃了他一番 是你不对在先 你还强辞多礼 第一 人家落难江湖 才会卖艺求财 你不仅不帮忙 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 这就是不对 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 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第二 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 败了 就是既不如人 应该心服口服 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 而现在 需要找人回去报仇 这跟无赖有何区别 一听自家老哥如此说自己 冰冰当即就不干了 正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手下有人来报 说外面来了一个 要变卖金简换银两之人 卖简的 冰冰听闻之后顿时就来了兴趣 当即就去大厅一看 来人不正是刚刚当众羞辱自己的那个人吗 真的是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怎么信你啊 你送眼二五湖口 现在我们看谁大谁 冰冰仗着这里是自家地盘 边说边拿起手中的鞭 就要给书宝一个教训 就当冰冰要出手的时候 善雄信及时出现制止了他 过门都是客 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这善雄信 真的不愧是一泊云天小关羽 没有丝毫偏袒自己的妹妹 在得知书宝的来意后 更是慷慨解囊借钱给书宝 江湖旧集乃亦不容辞之为 娶娶三百两又何须抵价 喝不 到账房拿三百两交给这位壮士 好 谢 在交谈之中得知 书宝来自历城 善雄信当即想到了 人称山东小孟长的秦书宝 惭愧 在下正事 一旁的冰冰突然想起 就是眼前之人 害自己的侄儿善冲断腿 这时书宝也反应了过来 粉面狐狸善冲 就是善家之人 冰冰就要向书宝算账 并招呼自己老哥动手 要心账旧账一起算 就在这时 秦书宝突然眼前一黑 向他们倒去直接晕了 在醒来时已是深夜 书宝以为自己被下了迷药 但是善雄信 却一整言辞地告诉他 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 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 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何况我要杀你的话 你现在已经死了 还能活到现在吗 此话一出 书宝顿感惭愧不已 明白自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赶忙就给对方赔了个不是 如今误会解开 善冰冰也履行承诺 磕头败尸 此时 善冲也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再次感谢书宝的救命之恩 还带来了善雄信 帮他赎回的席文 还清了欠款 书宝见状更是感激不已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书宝在善家将身体调理好 在与冰冰的一次练武中 与冰冰的师父王伯当 发生了摩擦 王伯当当即 就要与书宝比试一番 只见他从腰间 拿出三块铜板 就要跟书宝比 秦书宝 你身为公差 却堕落成响马 入屋行劫 拒捕杀人 现在本官派你死罪 待公文回复 立刻将你斩首除决 秦琼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会被厨艺斩首呢 这事要从几天之前说起 此时的书宝正在二贤庄上疗伤 正当与冰冰在练武时 脚上一滑险些摔倒 被眼疾手快的书宝扶住 怎料这一幕 被冰冰的师父王伯当看见 产生了误会 冰冰向其介绍书宝 伯当听闻眼前之人 就是历程的秦书宝 心中不免起了较量之心 直言倒要与其鄙视一下武功 看一下谁的功夫才是真的绝学 这里有三枚铜钱 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 在三十招之内 我的脚不着地 不握铜钱 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 就算你赢 说完 王伯当奋力制出了一枚铜钱 书宝飞身想抓 怎料却被另一枚铜钱 击成了两半 而另一枚铜钱 又直奔自己的脑门而来 就在天军一发之际 被单雄信出手拦下 三人前后分别落地 王兄的轻功和暗器 真是世间一绝 今日一见 真是三生有幸 秦兄的胆识和步伐 也是世间少见 小弟 亲月成福 这次比试虽然是不分胜负 但是一旁的单雄信知道 是书宝赢了 更知道王伯当心高气傲 不服人罢了 如今七省陆林大会即将开始 单雄信邀请书宝一同参加 由于其小梦长的名号 书宝被邀请做了上座 书宝看着单雄信的领导风范 以及他一泊云天的气概 不禁让他赞叹不已 当天晚上 两人坐在一起把酒言欢 久过三旬 书宝向其说道 自己现在已然痊愈 向单雄信表明归家心切 并向他辞行 单雄信自然不会阻拦于他 次日一早 亲自相送 还赐予良居 还暗中放下了一份厚礼 而单彬彬也偷偷放了一些金银 此举本是好意 却怎耐害苦了书宝 爱哥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拜别之后 书宝策马上路 当天晚上书宝入住客栈 翻开包裹 才发现里面的金元宝 怎料这一幕 恰好被门外的掌柜看到 掌柜误以为书宝是强盗 于是叫来了当地的捕快 不一会儿 刚要出门的书宝 就踩中了捕快设下的圈套 捕快见到书宝被限制了双脚 当即就冲上去围攻书宝 一脸懵逼的书宝只好出手抵挡 三两下就将捕快们全部打倒 捕头剑撞提刀亲自上阵 却没成想被自己人给绊倒 还当场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书宝见有人死了也不反抗 任由他们抓捕 很快他就被抓到了县衙之中 陆周知府见他拒不认罪 当即决定对其言行拷荡 帐行之后 不由书宝继续辩解 就当堂宣判 秦书宝你身为公差 却堕落成响马 入屋行劫拒捕杀人 现在本官判你死罪 待公文回复 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秦书宝要被斩首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单雄信的耳中 秦壮士被鹿州衙内抓了进去 告他杀人抢劫 判处斩首啊 单雄信不知书宝为何出事 何博告诉他 官差在书宝的包裹里发现了脏物 单雄信从何博的口中得知 书宝的包裹在给他之前 被冰冰拿走过 此时冰冰也来到了这里 向单雄信承认了 自己给书宝放了一些金银 看着自己的妹妹 单雄信气得当即就给了冰冰一巴掌 你胡作非为了 突如其来的巴掌 打得冰冰是一脸茫然 得知因为自己害了秦书宝之后 冰冰顿时崩溃大哭后悔不已 之后单雄信托人混进牢中 正巧又遇到了徐茂公 于是两人便一同前往 单雄信告诉书宝 自己会在行刑之日揭发场 徐茂公听后赶忙阻止 他表示书宝本身就是清白 一旦劫狱 必然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秦雄只有牢狱之灾 并无杀身之祸 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 而且灾心将满 必欲贵人 徐茂公将案件仔仔细细了解一遍之后 便给单雄信支了个招 现在要做的是让在场的证人 全部说实话 单雄信不解 蔡知府已经把书宝的公文 送到刑部了 案子已经批下来了 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 又有何用呢 徐茂公解释 刑部收到公文之后 只会将书宝的名字 从系统中删除 至于案件 还会发回交于本地官员处理 只要蔡知府能够重审此案 书宝的冤情便能够洗脱 于是当晚 暗地里派人把凌王府丢失的项链 送到了知府家中 次日又带着千两黄金贿赂知府 美其名曰要为他修缮府邸 随后才说出正事 直言书宝之事另有隐情 其包裹中的赃物 乃是别人栽赃陷害 知府却说 书宝之事已成定局 还说栽赃 怎么没人栽赃到他的身上 可扇雄信的一番话让他呆住了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 运气好的时候 也许一觉醒来 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 对了 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 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 马脑项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串项链 我曾在凌王府 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扇庄主 你 扇雄信的这个一鸣一案 一威逼一利用 让蔡知府不得不妥协 一日清晨 书宝杀人案再次升堂重审 由于扇雄信 提前就斥以重金 将证人和家属安抚好 众人在公堂上 统一推翻之前的证词 吴广市意外身亡 与书宝无关 最终 蔡知府改判书宝发配冀州 充军两年 在与众人败别之后 书宝便带着枷锁 踏上了发配之路 很快就到了冀州边境 怎料发现前面 行驶之人 个个身形矫健 定是习武之人 还未等书宝反应过来 路边两旁 突然射出了大量的箭矢 前方众人 纷纷重箭倒地不起 书宝在后面被吓得 躲进了路边的草丛 暗中观察发现 这帮人是假重箭 就在这时 一群黑衣人冲了出来 直接就要拉走车上的物品 可是 还没等他们将货物拿完 身后装死的众人 纷纷起身 将他们全部都给控制住 原来这些人 都是罗承军中之人假扮的 其目的就是要抓住这个劫匪 沙摩多 我已经追捕你很久 还不舒适就行 跟我回去 沙摩多一听 挣脱束缚撒腿就跑 秦书宝健壮 起身甩腿就追 罗承瞬间反应过来 也紧随其后 三人呈一条直线 眼看沙摩多越跑越远 罗承纵身一跃 一步踏向书宝的枷锁 手提长枪将他击退 后面的书宝 紧接着一脚将其制服 而此时 罗承的枪也停在了书宝眼前 兄弟二人四目相对 没想到两兄弟初次见面 竟是如此场面 就在这时手下来报 才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 书宝见对方的枪法不凡 忍不住夸赞了一番 面对书宝的赞扬之词 罗承依旧是一副冷面 面无表情地走了 一行人压着盗匪 准备打到回府 书宝则是在人群后面 盘算着日期 这一算 今天竟是他爹的忌日 于是书宝停下脚步 跪朝东方祭拜 这一幕被罗承看到 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回到府中 立马就在父亲罗毅面前邀功 再次回想起书宝那一脚 制服盗匪的身形 便感觉与母亲的招式有些相似 随后听闻母亲说 今天是旧父的忌日 罗承越发觉得奇怪 于是和父亲商量 明天审问罪犯时 多留意一下这个犯人 乖直 你是秦书宝 秦书宝 快起来 快起来 夫人 您这是 我是你姑姑 姑姑 秦书宝被发配几周 抵达后不久 便迎来了罗毅等人的审阅 罗毅都会给每一名囚犯 一次展示自己毕生所学的机会 如果他的身手还可以 便可以留下当兵 普通的将被送到偏远地方 去修长城 第一位囚犯刚上场 还练得有模有样 不过在随后的一个翻滚中摔倒在地 台上的罗毅连忙叫停 发配到边疆做苦力 紧接着就是书宝上场 鹿州秦书宝 在 爹 就是他 他姓秦 只见书宝 手持两柄钢鞭 上下挥舞起来 秦家剪法被他耍得是虎虎生风 简直就如天神下凡一般 罗毅当场就认出 这是自家妹夫秦仪祖传的剪法 当书宝的剪法还没有捂完 罗毅便出手制止了他 罗毅吩咐手下将秦书宝带到自己的帅府 并让罗承去把夫人也叫过来 等书宝被传唤至内堂 秦书宝 你老实告诉我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祖籍在哪 败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 家父已经过世 家中尚有娘亲现在 秦书宝一一作答 并将家中情况如实禀报 躲在一旁的罗夫人越听越对路 连忙想要出来相认 被一旁的罗承给拦了下来 那我再问你 你娘亲姓什么 我娘亲姓你 肯定眼前之人就是失散多年的侄子 于是赶忙向前相认 秦书宝一脸懵 也不敢轻易相信 此时罗承也走了出来 上下打量起了秦书宝 我是你姑姑 姑姑 秦书宝 我问你 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首将秦仪 是啊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你姑姑 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 我是你爹的妹夫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见到书宝不相信 连忙将他拉到秦家灵魏面前 直到看见父亲秦仪的灵魏 秦书宝这才相信 眼前这位侯爷夫人 正是自己的姑姑 这些年压抑的委屈和心酸 瞬间涌上心头 忍不住潸然泪下 激动地跪下 罗夫人激动地 看着自己娘家唯一的亲人 一旁的姑父罗义 连忙扶起秦书宝 让他前去给父亲秦仪上炷香 罗承这时也为书宝点了三炷香 亲自把香点燃递给了秦书宝 好让其与母亲一起祭奠仙人 哥 托你们在天之力 保佑我们 我们姑侄 今日终于重逢 我一定会辅助书宝 重置我们秦家的家世 秦书宝上完香后 罗义便为他介绍起了自己的儿子 罗承十分热情地与表哥打着招呼 丝毫没有了之前冷漠无礼的面孔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 你们姑侄重逢 成儿 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书宝就此在冀州安顿了下来 随后写信让单雄信 将自己的金简送过来 从带信人的口中得知 还有一位姓善的人跟了过来 书宝以为是善雄信 便回去将罗承叫上 打算一起见见这个一泊云天的好汉 可万万没想到 来者之人竟然是善冰冰 见到了冰冰之后 冷面罗承瞬间就变成了呆头呆脑的憨憨 表哥 你说的那个一泊云天的英雄好汉 就是他呀 不成啊 不像吗 罗承被冰冰对得一脸无辜 在交谈中得知 冰冰是离家出走的 书宝当即就要将他送回去 怎奈冰冰始终是不肯 书宝无奈 只好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善二哥 这让一旁的罗承找到了机会 自己带着冰冰去逛逛这冀州城 冰冰也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 罗承带着冰冰到处游山满水 在天真无邪的冰冰面前 罗承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孤傲 展示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每日的笑容止不住地挂在脸上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罗毅便发现 书宝与善雄信的书信往来 于是劝书宝跟他们断绝来往 而罗承的秘密也被母亲发现 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真旗 沿途保护他 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燕云十八旗 罗毅为何会派出最强的燕云十八旗 去保护单冰冰呢 原来冰冰正在和罗承在街上玩耍 被罗承的母亲撞见 随后当街就将冰冰臭骂了一顿 并直言冰冰是单家的女儿 根本配不上他们罗家 罗母不断地辱骂着冰冰 这让冰冰十分委屈 见到一旁的罗承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丝毫没有帮自己说话的意思 罗承的表现让冰冰对他失望至极 直接转身离去 罗毅在得知此事之后大发雷霆 当即就决定让书宝去军营中做事 而罗承则被安排到军中三个月 让其静心思过 怎料书宝去的第一天就闹出了人命 此话一出 一旁的五家兄弟不服 当即站了出来 指责说他假公济私 并提出要与书宝当中鄙视 罗毅非常清楚书宝的武艺 同意了此事 当即下令在军中摆设擂台 随着军鼓声响起 书宝与五魁相对而战 五魁率先出手 书宝手持铁边迎接而上 瞬间两人就站作一团 书宝本不想伤其性命步步退让 可五魁不管这些 手持钢刀 招招专攻书宝的要害 还好书宝灵敏见招拆招 最后书宝紧接着腾空一脚 就将其踢飞树敏 双方胜负已分 书宝想要上前去拉他起来 可谁知此人心生胆意 趁书宝不备向其砍去 众人见此都震惊不已 看着死去的大哥五亮怒火中烧 这个五亮也是一个憨憨 虽然他是语文化籍的外省 但是此刻在罗毅的地盘上 还要威胁他 扬言自己要上京告状 没有了碍事之人之后 书宝顺利的转正 经过军中几个月的训练 已经是独当一面 出来就撞见罗承出去找冰冰 而罗承出军营 见冰冰之事被发现 罗毅让他当场在祖宗面前跪下 就在这个时候 书宝赶了过来 得知冰冰已经被罗夫人骂了回去 当即决定找人把他送回去 要是冰冰在路上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 自己怎么对得起善二哥呢 怎料这时罗毅开口了 罗毅表示 已经派了燕云十八旗 沿路保护冰冰 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 书宝听后这才放心 随后罗毅修书一封 将其引荐给了山东堂帝大人 而书宝回到山东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见他朝思暮想的荣荣姑娘 宇文智吉 此话一出 王掌柜一家顿时命丧当场 客栈之内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 宇文智吉急忙上楼追赶荣荣 在一众官兵的围堵之下 将荣荣逼进了客房之内 宇文智吉见荣荣如此俊俏美丽 顿时色欲熏心 便吩咐手下守住门口 不要让人打扰他 荣荣随手抄起手边之物 就向他扔去 见荣荣奋奋力反抗 宇文智吉则是越加的兴奋 将他的外套扯下 还兴奋地追着荣荣围着桌子挥舞 宇文智吉色胆包天 就这么戏耍着对方 还不时露出丧心病狂的奸笑 就在双方的拉扯之下 荣荣狠狠地抓伤了宇文智吉 宇文智吉捂住手臂瞬间打怒 凌空一脚便将荣荣给踢飞了 与此同时 书宝骑着快马也赶到了客栈 看着门前官兵把守 便打算从别处进入 书宝翻过窗子进来一看 只见王掌柜一家惨遭杀害 于是连忙寻找心爱之人荣荣的踪迹 谁知转身却碰见了巡逻的官兵 双方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另一边 手无腹肌之力的荣荣 已经被宇文智吉逼至了墙角 荣荣坐着最后的抵抗 又被对方轻松地化解 宇文智吉拉着他的腿 就要往床上拖 一用力就将荣荣的裤子当场撕破 露出了仙仙玉腿 将他扔到了床上 书宝这边虽然轻松地解决了巡逻的几人 但也引来了更多的士兵 只见书宝剪脚并用 一剪扫出 打得一群官兵人仰麻烦 书宝不敢耽误 收回双茧就急忙上楼 书宝见心爱之人险遭毒手 挥舞着双茧就要夺其命 宇文智吉拔出佩剑联盟抵抗 但是直接就被书宝的金剪击成了两段 书宝见状更是乘胜追击 正当书宝与其缠斗时 惨遭羞辱的荣荣捡起地上的断剑 没有丝毫犹豫抑朝自己刺去 书宝听到荣荣的惨叫 放弃对宇文智吉的追击 联盟上前查看情况 宇文智吉趁机逃到了外面 书宝也抱着受伤的荣荣出来 正巧看到宇文智吉 骑上一匹快马往外逃窜 见此情景的书宝赶紧逃离客栈 士兵见状连忙策马去追 书宝则躲在一旁的草丛中 看着这一幕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要为荣荣报仇血恨 等到夜晚过后 才带着荣荣来到一家客栈 并为他找来了郎中治疗 命虽然是保住了 但是伤害到了下腹 荣荣则永远丧失了生育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照顾荣荣 书宝日以继夜地守着他 等荣荣苏醒之后 却根本不认识眼前之人 或许是因为受惊过度所导致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 在书宝的精心照料之下 荣荣的伤势已经基本痊愈 书宝念在荣荣此时 已是无家可归 便邀请荣荣 暂时可以先住在自己的家中 往后再做打算 很快 李荣荣随书宝来到了历程 回到家中 书宝发现徐茂公 居然一直在自己家中 照顾自己的老母 此时 秦母发现书宝身边的姑娘 秦母见到荣荣之后 甚是喜欢 当得知她的身世之后 更觉得女孩跟自己同病相连 当即邀请在家住下 书宝安置好荣荣之后 便带着姑父的介绍信 去历程当团长 然而他刚到军营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是秦琼来到历程上任的第一天 便发现此地军纪换三 只见睡觉的睡觉 捉机的捉机 还有一个练太极的老大爷 书宝在营中转了一圈 发现就连九桌赌场都有 当见到这军营中的队长王蒙 并将介绍信递给他 王蒙看着手中的介绍信 上下打量着书宝 这位队长王蒙 根本就没把书宝放在眼里 看着眼前的队长 书宝决心要改变当前的现状 于是一大早就来到军营 派人鸣鼓将睡觉中的众人吵醒 这也惹得士兵们怨声载道 书宝见众人懒散的集结 当场来了一个杀鸡警侯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整顿军纪上 震慑以王蒙为首 仗着资格老就胡作非为的军官 这时王蒙便询问秦琼 是不是一视同仁 秦琼早就知道他会这么问 很快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候 秦琼前来视察士兵伙食 发现了每个碗中分量都不一样 这让书宝感到十分不解 军营中出现这种事 无疑是触碰到了秦琼的底线 当即下令今后一视同仁 每个人的伙食都要统一一样 这一举动引来了王蒙等人的不满 更是直接将碗摔了 当即就要出去吃 这擅自离屯可是明着触犯军纪 而且王蒙等人平日里更是嚣张跋扈惯了 吃完后直接起身要走 不想给钱 殿小二上前讨要 却被王蒙命人给打了一顿 老板上前劝说王蒙停手 王蒙又打了老板一巴掌 这着实是不把新来的屯掌放在眼里 等晚上王蒙醉醺醺的回到军营 被早已等候的书宝当场拿下 并要将这三个人当众典型惩罚 秦书宝就命人执行军法 这王蒙虽对秦书宝不敬 但是为人倒是仗义 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惩罚 书宝来到营帐探望王蒙 秦书宝虽为囤长 但也有体恤手下之情 经过几天的整顿 军队很快便一改往日颓废之风 军容也焕然一新 由于上次书宝当众惩罚了王蒙 王蒙心生不满 突然出来向书宝发起了挑战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 你要是能胜了我 我们就服你 怎么个比方 军中以武为尊 你我比试一场 你若胜得了我 我就听你的 书宝答应了王蒙的鄙视 但王蒙有伤在身 为了公平起见 书宝决定单手应战王蒙 即便如此 在书宝单手的情况下 王蒙依旧是没撑下几个回合 就被书宝一脚干翻在地 王蒙拒绝了书宝的搀扶 起身之后就大声喊道 经此一战 书宝在军中的地位牢不可破 在书宝的带领之下 军队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好 前来投军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领导唐碧见此情形 他决定对书宝为以重任 派他去长安 为岳王阳素奉献贺礼 注意看 这个健康巨斧力大无穷之人 便是混世魔王程咬金 程咬金不仅力大无穷 还有一样神技 这个神技就是 只需用鼻子一闻 就能知晓其目多少重量 如此神技 也只有咬金独死一人了 见到砍得柴还差点 只好再次来到了树林中 随后挥动手中力斧 秦安教他的天罡三十六斧 他却只学会了其中三斧 他不停地挥舞手中大斧 所到之处 树木皆是拦腰斩断 这一幕正巧被路过的 尤俊达看见 他发现眼前此人 骨骼惊奇天生神力 在这里砍柴实在是可惜 于是上前劝程咬金 跟自己做点生意 做生意 我没人没货 没钱没关系 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 做无本生意啊 正是 我出钱你出力 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当然 果然 做什么生意啊 珠宝 珠宝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 要上两个小菜 再来一壶酒 然后再慢慢地斟酌斟酌 你给钱咯 那当然了 程耀金一听有人请客吃饭 自然很是心动 我出钱你出力嘛 好 于是二人相约在村头的客栈碰头 程耀金拉着三百斤的柴火独自前往 途中 看到一群孩子在玩泥人 顿时玩心大气 当即蹲下询问小孩 程耀金便打算将这小泥人买下 可是却被小孩一把夺回 于是程耀金打算直接抢走 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将泥人抢走撒腿就跑 和孩子们闹作了一团 最终以美食诱惑 换得了这个小泥人 随后程耀金拉着柴火来到了客栈 尤俊达为人仗义 特意为程耀金准备了三道菜 一边吃一边谈生意 尤俊达表示 自己是做珠宝生意的 来回运输的时候 害怕遇到劫匪 找标局又怕谋财害命 所以想顾程耀金当个保镖 希望程兄跟我合作 我出货物 由程兄你陪我押运 赚的钱二一分过五 好 好味道 程耀金表示 自己脑子赚得慢 得花七天时间 才能把事情想清楚 随后变成饭菜不够吃的 再打包两个回去 打包回来的糖醋鱼 以及辣椒炒蛋 再配上成母做的三个菜 程耀金又是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万万没想到 这顿饭吃完之后 导致程母的疾病发作 无奈之下 程耀金只好急忙找来大夫 在经过大夫一番诊治之后 得知发病的缘由 即便是大夫悬壶济世 可是需要的药材实在是过于名贵 房上的鹿绒 绒肉 野生都不是一般的药材 价格都很昂贵 最麻烦的是 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 才能挽回她的病情 这就让本就寒酸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大夫是个好人 先赦给了咬金五天的剂量 程耀金为了赚钱买药 只能先找份稳定工作 拒绝了尤俊达的邀请 听闻秦家军纪律言明 咬金便打算去参军 由于程耀金不识字 只能让孩童将秦字写在掌心 结果因为天气太热 手中的字迹已被汗水腐蚀的模糊不清 他看了看自己掌心的字 又抬头看了看高高挂起的太子 随后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找错了地方 在太家军成了一名厨师 本以为当了火头军 饭菜就会供不应求 怎料军中是按人头分配 根本就不够他吃 张伯劝他全当减肥了 哎呀你这么胖 老家你就少吃点 减减肥嘛 减肥 简直是违背罗做人的目标 程耀金是没干犯人 每天和张伯斗智斗勇 总能想方设法多搞点饭吃 与此同时 书宝奉唐臂之命 前往长安送贺礼 怎料半路遇见了强盗拦路打劫 身旁的两个挑夫被吓得转身就跑 书宝镇定地打算以礼相劝 可是身为盗贼的两人 岂会听你这劝说之言 二话不说提着武器就冲了上去 两个强盗不敢相信 自己的副帮主居然认识眼前之人 并且还称兄道弟 原来王伯当本是奉了善雄信之命 前去历城找书宝 可没想到这半路上就碰到了他 在得知书宝要前往长安 便与之一同前往 来到长安之后 遇见寺庙 便打算前去参拜一番 等书宝进到寺中发现 居然有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长生位 走进仔细一看 发现其落款 书宝顿时就明白了 心中知晓了这长生位是何人所利 正在此时 一群士兵敲锣打鼓地走进了佛堂 随后等人进来后 发现来者竟是李渊 李渊没想到自己的恩公 居然也会来到城福寺 小元爸更是喊着神仙叔叔 跑到了秦书宝的跟前 恩公 受李渊一败 恩公快快惊醒 如此大理 在下深受不起 快快惊醒 恩公受得起 要不是恩公当日在同山仗义救我一把 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可秦书宝却发现 李元爸的身上捆着一条锁链 很是不解地询问李渊 李渊听后 邀请他们前往后堂边吃边聊 随后 李渊让人把元爸绑在了柱子上 安排李世民喂饭给元爸吃 自己则要好好的跟恩公聊聊 元爸 吃饭了 我不吃 元爸 乖 吃一点吧 快点吃 吃一点吧 我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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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上次被袭击 伤到了元爸的头部 当晚便高烧不退 好不容易保住性命 但是智力却变得低下 力气却变得越发的吓人 而且喜怒无常 嗜血成性 家中的家丁都被元爸所害 别无他法的李渊 这才用锁链捆住了元爸 一旁的小哥 见李渊把李元爸说得神乎其神 似乎是不大相信 便上前与之搭讪 可不料 却被李元爸三两下提翻载地 看来这李元爸 的确有其神勇之处 元爸虽然是嗜血成性 但是见到书宝却异常乖巧 随后 李渊为了报答书宝的救命之恩 将其邀请到府上做客 一番寒暄之后 李渊询问书宝 是否还记得当初那些刺客的模样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 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 但是机上令公子那个人 则武功十分平常 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 要不然 在我撕掉他面筋之后 怎么 你撕掉他的面筋 得知书宝曾经见过其中一人的相貌 当即请求书宝将此人的样貌画了出来 可当李渊看到画像时 顿时就大惊失色 因为画像上的人正是太子杨广 为了明哲保身 李渊让书宝保守秘密 万不能将此事告诉给任何人 大人放心 书宝一定请记大人盯住 书宝说完便拱手告辞 但是却被刘文静拦了下来 刘文静精通周易补挂 他从书宝的面相中 看出最近他会有血光之灾 建议其立刻离开京城 方能避过此劫 但书宝此次前来 是有任务在身 必须要等到今晚赏灯之后 才能离境 刘文静见书宝心意已决 便从河中拿出了一颗祖传烟雾弹 送给了书宝 怎料在当晚的街上 就发生了意外 书宝一行人 与李渊道别之后 来到花灯会上游玩 长安城中花灯初上 无数的百姓涌入大街赏灯游玩 街上歌舞升平 一副盛世的景象 宇文至极也在闲逛 恰好路过的他 一眼便看中了一位美女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 就抓回去 吩咐完手下 悄悄地来到了女孩身后 直接伸出手 就想抚摸她的发烧 你干什么 走 你回家 走 怎料现在为时已晚 身后的士兵将对方强行掳走 带回了府中 母女二人奋力挣扎 扬言还要报官 谁知语文至极在听后 很是不信 说着拿出钱 就想将她的女儿买下 见她不答应 直接给了她一耳光 就打算强买强卖 说完就将女孩的母亲轰了出去 只留下女孩留在了房中 为了防止对方逃跑 还在屋外安排了众多守卫 语文至极 则是在屋子里再次玩起了 猫抓老鼠的游戏 女孩拼命反抗 睁开束缚 跑到外屋抽出了宝剑 女孩刺向了语文至极 却被语文至极转身抱住 情急之下 女孩对着语文至极的手 就狠狠地咬了下去 语文至极恼了 直接给了女孩一耳光 再一推 女孩的头正好磕在了桌角之上 直接命丧当场 语文至极见人已死 却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还命令手下将女孩的尸体还给她的母亲 屋外的老夫人大哭不止 却等来了女儿的尸体 老夫人见到女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上去就要跟语文至极的手下拼命 语文至极的手下非但是没有同情之心 反而是丢出了一百两银子作为赔偿 并让她赶快滚蛋 老夫人拼命地摇晃着自己的女儿 可女儿已死的事情已经改变不了了 随后 老夫人拉着女儿的尸体 在大街上嚎啕大哭 要为自己枉死的女儿讨个公道 这引来了无数人前来围观 百姓们得知此事也都是愤怒不已 此时书宝二人路过此地 见此情形十分好奇 于是急忙上前查看情况 一番询问得知 女孩是被语文至极所害 书宝顿时怒不可遏 就在这时 语文至极闻声带人赶来 书宝定睛一看 发现来者就是羞辱容容之人 语文至极 你还认识我吗 是你 挥舞着金简就冲了过去 凭借着高强的武艺 在街头大杀四方 将一众士兵打得毫无招架之地 王伯当也施展轻功加入了战场 释放手中暗器 轻松解决掉了小兵 语文至极见情形不妙就想要溜 书宝凌空飞跃到语文至极身前 一剪灰去 结果了语文至极的性命 为百姓除去了一个大海 两人刚想要离去 王者级人物 语文成都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看到语文至极被杀 当场怒不可遏 也认出了书宝 双方再次厮杀了起来 此时的语文成都武力正直巅峰 即使在王伯当的相助之下 也不是其对手 紧急之下掏出了烟雾弹 借助烟雾的掩护匆匆逃离 两人一路狂奔 直到城门 抢下了守城将士的两匹战马 在城门关闭的最后一刻 逃出了长安 书宝与王伯当 大脑长安城的花灯会 为百姓除害 杀了语文至极 语文化吉在得知自己的弟弟 被秦书宝所杀之后 心中是恼怒不已 得知书宝的姓名 当即命人彻查秦书宝户籍 定要查出此人的下落 一日早朝 语文化吉便在朝堂上 恳求隋文帝为自己的兄弟 主持公道 还歪曲事实 顺带地将罗毅也告了上去 说着罗毅执掌生杀大权 包庇罪犯 认为此时的秦书宝 定是逃往冀州 寻求他的庇护 不如将这罗毅一同治罪 如此一世二鸟之际 他语文化吉怎会错过 就在这个时候 靠山王杨林站了出来 据臣所知 令帝之死 实属就由自己 罪有应得 语文化吉见杨林出来 袒护书宝 当场就不乐意了 还没等他发话 杨林就打断了他 并说自己早已调查清楚 宇文至极的死因 启离皇上 据微臣从禁军所知 宇文至极 昨晚在灯会之上 带着家人 因垂涎民女 文婉儿之美色 将其鲁劫回府 因奸未遂将其杀害 秦书宝等人 为替死者母定取回公道 双方发生争执 争执当中 秦书宝无意高过宇文至极 将其击毙 宇文至极乃是死有余辜 此事因宇文至极有错在先 宇文化极也不狡辩 当即跪地 坦言自己并未知晓 此事的来龙去脉 实在是无心为其地掩饰 就在这个时候 杨广借机进献谗言 力挺宇文化极 有了杨广的帮助 宇文化极更是咬紧不放 认为秦书宝滥杀朝廷命官 实在是罔顾法纪 其罪当诛 而杨林却似乎很是喜欢秦书宝 皇上 秦书宝固然桀骜不逊 但敬兵侯破格提拔 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 而且他能不畏强权 直言为民 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 一无一二 臣恳请皇上 从轻发落 将其驯服 他日必是国家度粮之财 实为我大随之福啊 虽并未见其人 却对秦书宝的狭义之举 很是敬佩 更是不惜丢掉身上的蟒袍 也要护秦书宝周全 皇上见到这种情况也是头疼 最后隋文帝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谁要是先找到秦书宝 就交由谁处置 杨林回去之后 便马上写信 将此事告诉给了罗毅 并从罗毅的回信中 得知了书宝的下落 便快马加鞭地赶至山东 与此同时 宇文化极也得到了书宝所在的军营 当即就派出四大高手 前去捉拿书宝 而杨林也在宇文化极之前 赶到了唐臂的军营 我这次突来山东 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不知 王爷想见谁啊 你帐下可有一名 从冀州来的配军 叫秦书宝 回王爷 秦书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 现任军屯团长 此人天性正直 治军有道 实属可造之才啊 杨林十分爱财 尤其在唐碧与罗毅 对书宝赞不绝口的称赞之下 更加觉得自己保下书宝无比正确 害怕宇文化极报复秦书宝 使大随损失一个人才 便亲自前来山东 会回秦书宝 什么 杨林要见我 是 靠山王正在营中口口 请随我速去觐见 秦大哥 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 你反而神不守舍 出了什么事 得知杨林要见自己 不知是自己秦仪之子的身份已经暴露 还是杨林帮宇文化极捉拿自己呢 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 今天这靠山王是躲不过去了 为了安全起见 秦书宝还带上了金简前去进简 看着杨林就在眼前 脑海中浮现着自己父亲秦仪被杀的场面 缓缓地走到了杨林跟前 依旧没有缓过神来 唐碧见秦书宝如此无礼 赶忙训斥他跪下 秦书宝这时才惊醒 急忙跪了下来 解释到自己十分崇拜靠山王 近日相见一时激动 才会忘了行跪拜之力 不过这些在杨林看在眼中 却更为赞赏 杨林看着眼前的秦书宝 越看是越对他极其欣赏 同时也想要考验一下他的武功如何 于是便让自己的义子卢方跟他切磋一番 并特地嘱咐卢方指示切磋 不要伤了秦书宝 二人走到场中相视而对 卢方抽出钢刀猛扑而来 秦书宝单手持简轻松挡住钢刀 右手则挥动金简将对方冰刃打飞 仅仅三招便轻松取胜 书宝积高一筹 卢方败下阵来 杨林见此又惊又喜 对秦书宝的简法大为赞赏 但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便问其师称何处 书宝只好以师父 不让透露其明慧为由 蜿蜒拒绝 杨林又见他双简奇特 直言要欣赏一下他手中的双简 本王见你双简骨骨骨 长短各异 肯定是骨盆铮宝 有何名称啊 承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谁知书宝果断拒绝 声称简在人在 简离人亡 不明真相的唐碧当即怒斥书宝 让他赶紧呈上双简 但杨林深知武林人士 大多视武器为第二性命 故而表示理解 当即也不再勉强 而书宝报仇心切 提出与杨林较量一番 在下久闻靠山王 求龙棒天下无双 一正无冤得见 今日哥能和王爷一叫高下 属下死而无憾 怎料杨林文言哈哈大笑 如此傲气的年轻人 让他更加喜欢 但今天并不是比武的好日子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找秦书宝商量 随即便叫他进入营帐响谈 秦书宝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只能在后面慢慢地跟上 杨林千里迢迢地 来到唐碧的军营会见秦琼 当书宝跟着杨林前往营帐时 两人相隔一米半 看着仇人的背影 秦书宝的杀意已经难以控制 他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手中的双肩也越握越紧 心里盘算着 为父报仇的时机到了 而杨林久经沙场 对书宝的杀意已有所察觉 停下脚步回头望着他 书宝见杨林察觉到了杀意 当即回复 是刚才比武结束 南平心中激动 一时间难以自制 杨林也并未多想 还教了他一套吐纳之法 以此来压制自己的一身杀气 看来书宝想凭一己之力 很难报杀父之仇 进入营帐后 杨林质问秦书宝 是否在长安灯会上 杀了宇文至极 秦书宝直言宇文至极 残害梁家妇女 自己只是为民除害而已 而杨林听后哈哈大笑 表示自己早已看不惯 宇文至极的所作所为 杨林对秦书宝的行为 大肆赞赏了一番 由于秦书宝杀了宇文至极 导致宇文化极的不满 还在皇上面前尽献禅言 处心积虑的想要置书宝于死地 幸好杨林得知事情的真相 在皇上面前为书宝求情 才保住秦书宝一命 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 二来不让羽邦化极老贼 专横跋扈 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 让你带罪立功归我上下 将你培养成才 可接下来杨林的一番话 却让秦书宝万分为难 听见杨林要收自己为义子 一时陷入了沉思 一边是杀父仇人 一边是救命之恩 犹豫了片刻后回答杨林 就在二人在仗中详谈之际 军营外出现了宇文化极派出的杀手 唐毕见到兵符后赶忙下跪 此时的四大杀手也向他讨要秦书宝 眼见四人来者不善 唐毕也不敢隐瞒 直接告诉他们 秦书宝这时正在仗中与靠山王谈话 四人听后十分嚣张 直接将唐毕撞倒闯了进去 此时的杨林还在劝说书宝做他的义子 书宝一直不给答复 殊不知自己就是书宝的杀父仇人 卢芳见四大杀手进入帐中急忙阻拦 却被四大杀手直接打飞了 气势汹汹的手持武器闯进了帐内 四名杀手见老头不知好歹 就打算动用武力强行抓人 面对几个歪瓜裂枣 杨林身为当今的战里天花板 三两下就将几人打倒在地 最后一人还甩出武器 直奔秦书宝命门而去 杨林一个飞身抓住武器 再以武器将此人击倒 此人连忙爬起仓皇桃里 经此一战 秦书宝也认清自己与杨林之间的差距 现在报仇纯属痴心妄想 围巾之计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卧心肠胆 任贼做父 跟随杨林左右学习他的武艺 等待最佳的报仇事迹 自从书宝拜杨林为义父之后 杨林便带着书宝来到了登州 更是不加吝啬轻囊相授 甚至将自己的囚龙棒法 也拿给秦书宝观看 书宝很是不解 为何杨林要把囚龙棒法的招式 悉数记录下来 难道杨林就不怕他人袭的囚龙棒 反过来对付自己吗 而杨林则说 招式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临阵之时 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招数更要随心而发 杨林不愧是武学大师 其造诣绝不仅仅因手握囚龙棒法 而令他人畏惧 其临阵对敌的霸气 好放不羁的魄力 才是杨林成为大随靠山王之称的缘由 看着对棒法无比兴趣的书宝 杨林不由开口问道 书宝 你好像对我的囚龙棒法很感兴趣 我记起来了 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明晨在后院等我 此日书宝手持双茧如约来到地点 却发现杨林未到 但奇怪的是后院内插着许多木桩 就在这时一身黑影飞驰而来 书宝急忙持茧阁的 可不曾想金茧被其一脚踢飞 又一脚将金茧踢回给他 我只用了三分力 可你连双茧都已经拿不住 就凭这个 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说完就要书宝去木桩中练习茧法 这是自己精心为他准备的 每根木桩高达两米 并且两根木桩之间相距不足一米 书宝手持双茧 开始在木桩中练习起来 因其木桩阻碍 让书宝很不适应 稍不留神就要险些摔倒 你走开 我来 杨林抽出四冷铁茧 飞身来到木桩之间 打算亲自要为书宝掩饰一番 只见杨林挥动双茧 宛如油龙穿梭在木桩之间 丝毫不受其木桩影响 义父 你怎么会用我的剪法 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剪法 只是虚有其形 你进去试试 在杨林掩饰一番之后 前书宝便再次挥动双茧 来到木桩中 经过杨林的指导 书宝很快领悟其中奥秘 这次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秦家剪法在手中更是一气合成 更加明白使用双茧时候的心得 可是杨林却察觉到了书宝的问题 怕什么 柱子是死的 剪也是死的 打下去 书宝听后一剪下去打断木桩 这才明白其用意 义父 我明白了 多见义父知道 你明白什么了 永久无惧 见书宝有如此悟性 杨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杨林看来 书宝似乎并未完全习得此剪法 不过书宝 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剪法 就离你而去了 义父 你怎么会知道呢 书宝不解 为何杨林会如此说 杨林则告诉他 此套剪法 你只知其行而不知其神 徒有其表 却缺乏神韵 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 而完全忘记了步法的配合 只有将腰部守神聚合为一 每一剪都具有千军之力 才可与当年的金剪镇长江 秦家的秦家剪法相媲美 杨林不愧是武学大家 在不知秦家剪法的情况下 却依然对其剪法精髓所在 了如指掌 只是杨林并不知道 书宝的这套剪法 正是金剪镇长江的秦家剪 书宝见杨林说道秦仪 不由地想起父亲 此时杨林的话语打断了书宝的思绪 书宝 你想挑战我的球龙棒 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 在这个林子当中捂完 而不碰一根木柱子 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与此同时 太子杨广在宫中路过陈夫人的卧室 却见陈夫人正在宽衣 如此场景令杨广顿时改心再起 杨广师父杀兄当上皇帝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装修皇宫 他要在书房内装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 更是命人大兴土木建造奢华行宫 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 里面有十里大湖 还有迎来蓬来方丈三座仙山 知道了吗 不仅如此 那洛阳城的东宫也要重修好 方便自己收藏奇珍异宝和绝世美人 当即吩咐宇文化级招纳天下间的美女 招纳天下间的美女 这件事是第一位的 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陈尊之 如此行事 定要花费数以万计的银子 张衡的善意提醒 却令杨广大发雷霆 宇文化级这只老狐狸 再次进献谗言 他认为各地方的官员 应该上供金银珍宝 以和皇上登基之戏 这句话直接就说进了杨广心坎里 杨广转念一想 好主意 好 令全国各地每周每地方 都派五十名美女进宫 你一直去办吧 杨广过着娇奢淫逸的生活 百姓却是民不聊生 长久的摇曳使得南丁死伤大半 而另一边的杨林 正在为贺礼犯愁 自己的侄孙子新皇登基 伸手就向他要了十万两白银 作为贺礼 这十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清点库存才七万两 此时的管家建议 现如今剩下的三万两白银 只能向民间百姓征集 胡说 赴税摇曳在前 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 岂能再向他们多争呢 杨林心中盘算一番后 最后决定 好 传我的令 山东 浙江 兽州 三处大营 下半年开始 每月 君享军粮捡两分 再从我死户中 调出两万 凑足十万 押送上金 如此劳民伤财 搜刮民之名高 杨林不是不知道 其后果有多严重 但如今杨广已然登上地位 为了守护大隋江山 杨林就算是愚中 也要护大隋千秋万代 而此时的杨广得到各地官员 上贡的钱财之后 更是娇奢银翼 夜夜声歌美女环绕 湖南节度使送来的新鲜水果 与各种金银珍宝 杨广对这些东西早就司空见惯 不感兴趣 下一个是谁啊 陛下是太原李渊 一听是李渊 一旁作者的语文化集 连忙向杨广禀报 表示李渊此人绝对不可以久留 不如找个理由将他除掉 以绝后患 可现在登基之后的杨广 早已不是之前的那个杨广了 决定先听一下李渊 送了一些什么来 再决定他的生死 而李渊为了保命 也是下足了血本 先是送钱白银五万两 黄金一万两 珠宝珊瑚等西式珍宝 足足装了五大箱 更重要的是 献给了杨广四十位太原美女 这可谓是送到了杨广的心里 好 那把他仙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此时的宇文化集还想劝告杨广 你当太子的时候 李渊三番五次的与你作对 险些坏了你称帝的大事 这样的人留着迟早会酿成大祸 不能放虎归山 可杨广不听他这些 如今自己已经称帝又有美女相赠 下一个上贡的官员是寿州李子通 李子通他的宪贡仅仅是一封信 信中大马杨广 弑父义兄七嫂 而且昏庸无道 搞得民不聊生 杨广文言顿时容颜大怒 当即就要将此人抓来问占 宇文化集听后 再次给他处理一个更狠的主意 杨广听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宇文化集为了报杀地之仇 又给杨广出了个馊主意 他建议让秦书宝去李府抄家 并且由杨林亲自兼斩 这样一来既可以威慑天下百姓 还可以搞臭秦书宝的名声 同时还能让杨林背上这个滥杀忠臣的黑锅 而另一边 书宝在杨林的教导下 简法更是突飞猛进 面对宇文化集的奸计 书宝又能如何化解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秦书宝自从认杨林为义父之后 在杨林的教导下 简法已经游刃有余 更上一层楼了 杨林对书宝的武学天赋 更是赞叹不已 于是就带着书宝参观他的英雄种 这里面有着他征战数十年 所获得的战利品 而其中就有书宝的传家宝燕灵甲 看着眼前父亲的遗物 不由地开口问道 见书宝对燕灵甲很感兴趣 杨林不禁心生疑问 说来也怪 你们两个都姓秦 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呢 当即决定将这燕灵甲 送给书宝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原本属于秦家祖传的燕灵甲 现如今又回到了书宝手中 随即书宝穿着燕灵甲走出来时 顿时让杨林眼前一亮 对于杨林来说 一直把书宝当成继承人来培养 见书宝英勇不凡 当即答应和他鄙视一番 书宝啊 这儿我高兴 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 今天咱们就一匹高低 书宝等待这一刻已经许久了 此刻的他身穿燕灵甲 正式挑战自己杀父仇人 囚龙不毁杨林 短暂的眼神交流之后 书宝迫不及待地挥舞金简冲了过去 靠山王杨林手中没有兵器 被秦书宝打得连连后退 秦书宝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乘胜追击 不给杨林喘息的时间 靠山王杨林武艺高强 剑招拆招 一个凌空飞跃 来到自己的囚龙棒前 秦书宝紧随其后 一剪下去砸毁兵器架 杨林急忙闪躲之后 捡起了长枪冲向了书宝 怎料被书宝一剪砸成了两半 杨林见状抛出长枪 随后一脚提起地上的囚龙棒 拿到囚龙棒之后 两人真正的战斗由此开始 拿着囚龙棒的杨林战力直线飙升 二人武器便是一阵激烈的碰撞 两人再次冲杀在一起 秦家的游龙剪法 每一剪打出都有千斤之力 但秦琼却只学了一半 更是缺少了一点力道和速度 被杨林逼入了下风 先是被架飞一剪 之后又被打掉了一剪 瞬间囚龙棒就落在了对方的头上 虽说刚刚险些将书宝打死 但杨林却并未恼怒 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痛快 痛快啊 自从跟罗伊一战之后 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随即靠山王杨林 便夸奖起了秦书宝 与高手过招临危不乱 颇有大将风范 秦书宝在靠山王杨林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又把秦书宝带到了书房 赐给他十三太保身份象征的腰牌 封他为十三太保 赐他太保兄贞 官品三级 有生杀大权 并且任何关口畅通无阻 就在这时 有下人来报说 杨广有密使来报 随后圣旨班下 命秦书宝前去 缉拿李子通一家 秦琼便率人来到了李府 李子通见来人是靠山王杨林的人 便一切都明白了 表示自己死而无憾 只可惜了自己的家人 并责问了秦琼一顿 如今做了靠山王的义子 秦书宝 向你当日血系长安 诛杀宇文至极 替天行道 大家都以为你是狭义人士 想不到 你一入喉门 就见利忘义 甘愿为虎作称 从此秦琼内心开始反思自己 也正因为 缉拿李子通一家之事 令书宝和杨林产生了分歧 回去之后 秦琼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质问杨林 身为靠山盟 为何还要帮助杨广 助纣为虐 既然他不仁不得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 把他的江山呢 对于杨林来说 大随的千秋万载 才是他心中所期望 至于谁做皇帝 皇帝为人品性如何 只要是我杨家人 其他的杨林都不管 书宝却不依不饶 要去解救李子通一家 杨林听后勃然大怒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见秦书宝如此不识抬举 当即命人将他软禁 随即将李子通满门抄斩 等一切结束后 又派卢芳将秦书宝放出 并且让他回去为母亲贺寿 顺便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 出来后的书宝没有丝毫犹豫 将象征十三太保身份的兄贞 递给了卢芳 让他代还给杨林 离开了登州 回到了历城 一回到家 就手捧着父亲的燕灵甲 来到母亲身前 亲母看到燕灵甲 急忙捧在手里 不由地怀念起了秦仪 与此同时 二贤庄也紧急地召开大会 由于杨广的暴行激起民愤 多地已有反民聚集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 连到我山盖来 落草危寇的人都多了 单雄信在听完弟兄们的 汇报之后 也是义愤填膺 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帮主 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 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王大哥所言极是 帮主 只要你振臂一挥 兄弟们赴汤蹈火 对 赴汤蹈火 诸位兄弟 莫要心急 我心中有数 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好不好 商量完正事 就将书宝母亲的寿臣告诉了诸位兄弟 并说要有时间 可以跟随他一起前去 另一边的程咬金 正在领取这个月的军饷 可将银子拿在手中之后 咬金立马发现了不对 怎么少了十两 当即就要掀桌子讨要说法 对方也是警惕地直接告诉他 由于要给皇上上贡 每月都是按时减二 程咬金可不管这些 正要动手之时 被张伯给拦了下来 咬金只能化愤怒为食欲 等张伯出去之后 偷偷往锅里加米 可不承想这一切 早就被人给识破了 眼见事情外露 咬金就打算趁机开溜 谁知门外 早就已经围上了一队人马 哇 两烧米而已呀 这么壮观干嘛 来人呢 抓住 程咬金的饭也不都是白干的 他拿起地上的板凳 就开始反击 面对一队人马 丝毫不落下风 你早说了 给我饭吃就没事了 这有何苦呢 程咬金闯出军营 趁着夜色偷偷跑回了家中 程母此时睡得正香 就被儿子叫了起来 程咬金告诉母亲 自己闯下大祸 可能要被砍头 程母似乎也是逃惯了 立马带着咬金就离开了此地 与此同时 杨林也终于在三处军营中 凑足了白银十万两 随即派出大太保卢方 二太保薛亮护送上京 并让他们见人就报自己的名号 对方听后自会撤离 杨林算是完成了任务 而走投无路的程家母子 深夜来到了尤俊达的府上 尤俊达一看来人 顿时喜出望外 立马安排下人准备饭菜 一脸微笑地看着咬金 尤俊达让程咬金敞开的吃 等吃完了就带他去做生意 当天晚上 尤俊达带着他来到一处密林 并告诉程咬金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 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 就是强盗 程咬金爽快地答应下来 他小时候杀过官兵 今天又在军营闯祸 强盗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二人立马分工明确 程咬金负责去抢 尤俊达是负责算账 等下一次再轮着番来 随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师妹 这个山是我的 这个树是我的 这条路也是我的 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 我就是 昏式魔王 这是程咬金第一次拦路打劫 可他哪里知道 他抢劫的这几个人 居然是靠山王杨林的手下 连我们也敢打劫 告诉你 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 你是持了穷心抱子感 敢打劫我们 可程咬金根本不知道杨林是谁 怎料一旁的小弟 听到杨林的称号立马就开溜了 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 来到我这里 我叫强 见此人不识抬举 两人当即下马 打算将对方教训一顿 怎料第一个上前的薛亮 却直接被程咬金一抚打倒在地 卢方健壮 不由的脸色大变 但还是举着他的狼牙棒上前支援 然而他的下场和薛亮一样 同样被程咬金一斧头给放倒了 二人见劫匪武功如此厉害 随即放下几句狠话便匆忙离开了 就这样 程咬金仅用了两板斧 就把靠山王的贡礼给抢到手了 一群人看着箱子内闪闪发光的金元宝 都不由的高声大喊到发财了 然而一旁看满李丹的尤俊达 却被吓坏了 自知闯下大祸的尤俊达 连忙让众人将黄金埋在了自家后院 并将庄园伪装成半白事的样子 与此同时 薛亮与卢方急忙回到杨林的帅府 并将贡金被劫如实禀告 杨林在得知自己的十万两黄金被劫后 顿时勃然大怒 同时也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他也没能想到 在这黑白两道上 竟然还有人敢不给他靠山王的面子 当即询问对方是何人所为 杨林寻思着 自己并未听说过什么混世魔王 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 他们都闻风丧胆 又是谁会吃了雄心豹子胆 抢自己的东西呢 当即下令 命全省所有衙门共同缉拿劫匪 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 否则所有衙门的官员都将面临自己的怒火 几天后 杨林下击匪的日期临近 唐碧却对此毫无头绪 因为程耀金打劫的那个大树林 正是他所管辖的范围 而今天 亲书宝正好来到他这里 送母亲兽诞情帖 见唐碧一脸愁容 询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 唐碧也不隐瞒 将实情告诉了书宝 并将对方的画像拿给书宝观看 看着手中的画像 书宝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书宝经过一番调查 很快就有了头绪 因为他发现 贡金被劫的区域 正是尤俊达的地盘 于是登门拜访 来到府内后 书宝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贡金是杨林送马精冲的 被劫的地方 正好是尤兄的地盘 法树林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干劫杨林的东西 还在我的地盘下劫 你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 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们 这不是 书宝对此也是半信半疑 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浑室魔王的画像 示意让他好好地看一看 尤俊达打开画像 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义德吗 书宝见词很是无语 紧接着又苦口婆心地告诉尤俊达 自己只想追回被抢的贡金 别的事他也不想多问 正当两人相互博弈之际 屋内突然传来一声大叫 书宝定睛一看 这不是画像上的那个小胖子吗 紧接着又瞅了瞅一旁的大娘 书宝似乎想到了什么 秦书宝奉命继拿劫匪 万万没有想到碰见了小时候的玩伴 乘咬金 三人乐成一团 书宝也顾不得查案 当即邀请母子二人去参加母亲的兽诞 到了第二天 书宝便带着咬金他们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历程老家 而老姐妹二人久别相逢也是无比喜悦 与此同时 罗成也从冀州赶到历程 为秦母诛寿 让罗成叩见舅母 好孩子快起来 而二贤庄的单雄信等陆林好汉 也已经全部抵达历程 到了晚上 各路英雄豪杰齐聚一堂 在谈天论地之下 王伯当痛批杨广的暴行 想到李子通更是痛心疾首 李子通他们全家 都被那杨林新收的十三太宝给抓走 没过几天 就被杨林全家抄斩 王伯当义愤填膺 对那新的十三太宝恨得咬牙切齿 一听到这话 一旁的秦书宝如坐针毡 见众人都露出了义愤填膺的模样 他便不再隐瞒 坦然地告诉众人 杨林新收的十三太宝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 众人听后都对他失望至极 王伯当更是无比激动地怒斥书宝 亲兄弟 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动的事情 你在长安街 杀宇文至极的气口 跑到哪里去了 王伯当的话 让书宝感到无地自容 一旁的善二哥 更是直言不能为了功名利禄 而助纣为虐 英雄豪杰应当一字当先 他劝书宝要以大义为重 在大家一生生的指责中 书宝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自己的父亲 曾是北齐大将秦怡 死在了杨林的囚龙棒下 投靠杨林 只是权宜之计 实则是趁机寻找时机 未付报仇 但由于杨林的武功过于厉害 导致自己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报仇机会 为了取得杨林的信任 如今自己也不得不为他 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身旁的单雄信 对书宝的苦衷表示能够理解 书宝 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 心里很矛盾 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 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 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 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 就会被奸人所利用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书宝 用不着灰心 武功是练出来的 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阳林 其他兄弟也纷纷指出 让他不需要在后面搞偷袭 在场兄弟都会对他鼎翼相助 说吧 众人举杯共饮 就在此时 凡虎捂着屁股姗姗来迟 一坐下来 就对着杰贡金的杰匪一顿臭骂 一旁的程咬金听后立马不服 随即立马站了起来表示 杰杨林的那个就是我 我不会连累书宝兄弟的 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 程兄弟是我的人 谁敢动他 我去跟他拼了 等等 要尽是我的好兄弟 这官 不做也罢 此话一出 一旁的单雄信 也颇为赞同的起身 既然现场的气氛都烘托到这 徐茂公当即提议 煞血为盟 从此结为同生共死的兄弟 众好汉见词也纷纷赞同 紧接着便摆下了香案 众人开始对着苍天启示 我徐茂公 与山东历城贾家 与众位英雄聚首 大家一气相投 甘胆相照 愿就地煞血为盟 结为异姓兄弟 从此 吉凶相共 患难相扶 如有一心 天神共剑 吉凶相共 患难相扶 如有一屈心 天神共剑 带到众人将这杯煞血之酒喝下 秦淑宝也正式入了黑道 此日 在淑宝母亲的寿臣上 不仅仅只有黑道的人 也来了不少白道的朋友 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唐碧 唐碧一看到席间 各种黑道大佬 他的脸色顿时紧张起来 淑宝当即准备向他介绍众人 怎料被他打断 在座的 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者 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 不知道吗 不敢当 我们兄弟不才 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此话一出 现场氛围顿时紧张了起来 两方势力针锋相对 书宝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唐碧好心劝解书宝 教友要谨慎 莫要自毁前程 酒过三巡之后 众人便开始纷纷向秦母送上了鹤礼 财大气粗的善雄信 更是送上了一尊金佛 成目见状连忙找到了儿子程耀金 并询问他有没有准备什么鹤礼 你没告诉我买啊 哎呦 你这傻瓜 你看人家鹤兽都送鹤礼 咱们俩没送鹤礼 连到哪里 于是为了找鹤礼 程耀金不得不再次来到了 之前抢劫的小树林 然而这一次 他可惹上了大麻烦 要说这程耀金的胆子是真的大 第一次打劫的他 不仅抢了别人靠山王杨林的贡金 而这一次则更加过分 因为他居然抢到他本人头上来了 而此时的杨林都有些懵 自己正愁找不到杰贡金的劫匪 没想到今天主动的送上门来 好啊小子 胆子够大的 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是又如何啊 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 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 你又刚好走这条路 你刚好不走运了 留下你的银子 我放一条生路 见这个小胖子如此嚣张 杨林也懒得跟他废话 手持球龙棒 翻身下马向程耀金缓缓走去 程耀金丝毫没有感到危险来临 还在自顾自地整理发型 紧接着 抡起斧子就朝着杨林冲了上去 杨林则镇定自若地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程耀金俯头回来之时 被杨林以球龙棒稳稳接住 程耀金瞪大双眼 转身又砍出第二斧 仍被杨林轻松化解 最后程耀金批出最后一斧 结果不仅毫无作用 还被杨林一下子打得晕头转向 然而杨林又哪里知道 学艺不惊的程耀金 却指挥着三斑斧 杨林见此便问向程耀金 上次截获的贡金 现在何处 还有没有什么同党 程耀金也知道 今天是遇到硬茬了 于是自知不是对手的他 便向脚底抹油开溜 然而杨林又岂会轻易地放过他呢 学艺不惊 我在将你一招 就这样 躲闪不及的程耀金 被杨林一棒子打晕过去 杨林随即下令 将这个小胖子押回了王府 此时秦书宝这边 还在为母亲贺寿 突然杨林的使者前来汇报 声称结贡金的贼人 已被缉拿归案 靠山王有令 让唐碧诉索回去 唐碧连忙起身 询问经过 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 现在正在济南谱审论 众人一听瞬间慌了 知道被抓之人 肯定是程耀金 唐碧此时公务在身 起身便和老妇人告别 待唐碧一走 大家伙便急忙商量对策 而易自当头的善雄信 当即决定要带人 前去将咬金给救回来 他的这一举动 却立马遭到了罗承的阻拦 我又没叫你去 你要是怕死的话 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我不是怕死 咬金也是我兄弟 我也想把他救出 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济南兵马少数有三千 再加上杨林 唐碧这些猛将 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 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 还要把弟兄们的信用给打上 虽说杨林就如同一座大山 挡在众人的面前 可他们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好兄弟身陷险境 就在这时 秦叔宝站了出来 因为他突然想起 自己还是杨林的干儿子 于是他便想借此身份 先去打探一番 等消息明了 在告诉众人以后的打算 大家伙也觉得此计可行 立即返回各自老巢调兵前将 一有情况 就马上前去营救 而此时的程咬金正跪在堂前 任凭杨林如何审问 他也没有交代 贡金和同伙的下落 杨林见自己多番审问无果 他便彻底地失去了耐心 此刻的秦叔宝 早已经下定决心要反了大随 只待他救出兄弟程咬金后 便与杨林分道扬镳 虽然现在的他表面上 还对靠山王杨林恭恭敬敬 可心里边 其实早就想一刀砍了他了 但为了解救好兄弟程咬金 他也不得不好好利用 自己与杨林的这段关系 与杨林寒暄一番之后 只见叔宝气势汹汹地 向程咬金走去 随即对他使了个眼色 紧接着便一本正经地 让程咬金说出贡金藏匿的地方 心灵神会的程咬金 依旧嘴硬不说 秦叔宝见此 拿起沙威棒便打了下去 秦叔宝见此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紧接着他便来到了杨林身边 称自己曾经做过历程捕快 深知这些强盗的性格 只要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不出几日 必然会有所收获 所以叔宝顺势 请求杨林再缓刑几天 待义父赴京授风回来之后 自己定然会让他开口说出贡金的下落 杨林听后也没做多想 立马就同意了 当即便命堂毕 将程咬金收押 严加勘守 离开杨林之后 随后叔宝召集一众兄弟 告知大家咬金此时的情况 在经过众人商议后 由叔宝引开杨林 其他人三天后劫狱 事成之后 再由反虎通知叔宝撤离 到时在大树林会合 单雄信听后表示认同 见众人商量好 此时徐茂公出言提醒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 但是如此一来 就令众人不得不走上造反的道路 此事事关重大 坦言各位要想清楚 一旁的单雄信一子当头 本就有着造反的心思 各位兄弟 人生在世 视为知己者生 视为知己者死 金银财宝 没了就没了 那都是身外之物 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 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 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 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言语之下处处针对罗承 而罗承随即拍案而起 你敢我就敢 若是要反的话 我第一个敢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即使七离死散 伸手异处 也无怨言 好 就这样 秦书宝便和杨林一行人 前往上京授风 路过同关时 便遇到了同关首将魏文通 然而身为十三太保之一的他 武功还算不错 为了方便樊虎前来与自己会合 于是秦书宝便找了个身体不适的借口 暂时留宿在了同关 入夜后 樊虎按照计划混入牢中 将狱卒打云后成功救出了程耀金 而徐茂公等人则在外围放火 吸引官兵的注意 在大家理应外合之下 程耀金最终被救了出来 而就当这边的唐碧 得知程耀金被劫之后 当即便带上了一群骑兵前去追击 为掩护众兄弟撤离 扇雄信选择独自一人留下断后 对付唐碧这群小咖了命 扇雄信自然是不在话下 再加上有白衣神剑王伯当 在暗处配合 最终成功地击退了唐碧 甚至还将他给射伤了 没过多久 唐碧派出的信使也追到了杨林 杨林在得知程耀金被劫的消息后 顿感意外 而更让他不解的是 此刻秦书宝也不知去向 杨林见此 当即断定此事必然与他脱不了干系 紧接着便回头去追 欲要问个明白 而这边的秦书宝与樊虎也来到通关 可还没出城门 便被魏文通给拦住了 怎料魏文通见不到通关席文 就是不开城门 无奈的秦书宝也只好利用起了兄弟感情 随即表示四哥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虽然魏文通号称滴水不漏 但他仔细想了一会儿之后 便觉得到底是自家兄弟 而且义父对他又如此关爱 所以魏文通便同意了秦书宝的请求 紧接着便命令手下将城门打开了 秦书宝两人也因此成功出关 秦书宝走后 魏文通紧接着就去迎接义父杨林了 等到杨林看见魏文通时颇感意外 随即便训斥他 不好好建守岗位 私自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向杨林解释说 是十三弟让自己来的 你这个猪脑 没有供门就擅自开城门了 怎么轻而易举让秦书宝跑了 死开城门 该当何罪 见义父如此之说 魏文通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是上了他秦书宝的当了 杨林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紧接着便想亲自去追秦书宝 但身后的义子卢方剑辞 不由地提醒他 如果易父再追下去的话 恐怕就来不及上京受风了呀 魏文通也看到了易父的难处 于是他立马将这件事揽在了身上 因为秦书宝也是自己放走的 他也想将功赎罪 违金之计也只能如此了 杨林令魏文通立马前去 将秦书宝给抓回来 并严令他必须抓活的 魏文通也随即立下了军令状 自己一定会给易父一个满意的答复 于是策马出关前去追杀书宝 而这边的秦书宝与樊虎 快马加鞭赶了一夜的路 终于闯出了铜关 如今已是人困马乏 便决定休息休息 谁知这时魏文通追了过来 秦书宝自知大事不妙 便让樊虎去找善雄信来接应自己 自己则留下殿后拖延时间 魏文通怒气冲冲 来到秦书宝身前 则问他为何要利用兄弟情义 陷自己于不义之地 秦书宝自知理亏 表示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才这么做 让魏文通念在兄弟情义的份上 再放自己一马 魏文通一肚子的气 哪里还会再放他 让秦书宝赶快下马 跟他回去请罪 秦书宝见身后迟迟没有追兵 顿时便明白过来 只有魏文通一个人前来呀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废话少说 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 好将功赎罪 那秦书你就得罪 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局多 两人当即交起手来 话说这魏文通战斗力虽然不强 但是在隋堂中 好歹也是排名第九的好汉 而秦书宝连前十都进不了 所以他自然不是别人的对手 经过一番打斗之后 秦书宝明显落入了下风 见势不妙 秦书宝连忙飞身后退 怎料白衣神剑王伯当 早已埋伏在了一旁 箭矢机成熟的他 飞身一剑成功命中了魏文通 这一剑也顺势将他重伤 虽然这种行为有些胜之不武 但至少成功化解了危机 救下了秦书宝 两人也趁机开溜 只留下了气得吐血的魏文通 在原地破口大骂 有了王伯当的相助 秦书宝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最终成功和善雄信一行人会合 冷面含强罗成 见此不由地调侃道 说着魏文通虽然号称滴水不漏 但最后还不是被表哥给耍得团团转 而且毫发无损地从他手中逃脱 相信经过此事 书宝的威名很快就会名震天下 一旁的徐茂公也颇为认同 因为书宝目睹了李子通一家的下场 百姓民不聊生惨不忍睹的生活后 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再为大随朝廷继续效力 但眼下还不是闲聊的时候 因为此次大闹济南 劫走程咬金 众人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 很快随兵就会追查过来 事到如今想出应对之策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 各自回到自家的山寨 招兵买马把势力做大 继续劫富济贫 造福一方百姓 但此意见一出 就立马被大家伙给否决了 大家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 但始终没想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出来 而吃货程咬金就比较实在了 他建议大家分了杨林的贡金 从此改名换姓 潇洒地过日子 然而他却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名字当然可以改 但自己的相貌又怎么改得了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李荣荣站了起来说 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 将济南承诺的天翻地覆 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 已无回头之路了 既然如此 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 做一番惊天地 替鬼神的大事呢 李姑娘 你的意思是 举其起义反暴政 当众人听到造反二字 皆是议论纷纷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 李荣荣还特意讲出 刘邦和刘备的故事 三国时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势力是何等的庞大 而刘皇叔呢 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 但他的意志 乃民心所向 自然一呼百应 如今 以善庄主在陆林中的威望 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 以各位英雄 在江湖中的地位 召集义兵 应该不是男士 只要是正义之师 何仇大事不成 李荣荣这番热血沸腾的演讲 瞬间将现场的气氛 推向了高潮 因为众人也觉得 他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他们立马同意了 李荣荣提议的揭竿起义 我们与其等待别人 不如我们自己带头 揭竿起义 好 这下意见都统一了 大家伙经过一番商议后 便决定先攻下一个城池 当作他们的根据地 十里外的金堤城正好 趁着大家伙的这股热情 众人便决定今晚就开始行动 是的 是